那詹詠然這次棄賽 來聽聽這前輩怎麼說 台灣的網球一哥盧彥勳 在美王的表現 今天是令人激賞的 他打敗了大會 第25種子選手獲得晉級 針對這次詹詠然 殷商退賽 這盧彥勳 他其實不願意多做評論 他說只是按照 自己本身的經驗 假如是真的受傷 那麼不行就是不行的 並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來看公包華麟滋會 來自紐約的報導 面對美王排名 第25的種子 俄羅斯的哈傑朗夫 盧彥勳第一盤 可惜沒有守住 以4比6落後 不過接下來扭轉劣勢 已直落三級 敗身材高大 今年才21歲的強勁對手 賽後盧彥勳表示 對我來講是一場很重要的比賽 因為在落後的時候 還能夠最後2345盤 234盤能夠拿回來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表現 算很滿意 而針對世大運 戰友然混雙退賽 盧彥勳不願就 這個個別事件 去批評 但是他很客觀地表示 身體的狀況只有選手自己本身知道 那當然 假如他是受傷的狀況 還是怎樣 那不行就是不行 那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就是好去討論的啦 不過仍已經來到美網的謝時薇 忍不住在臉書上替自己的弟弟抱不平 詹謝也可能在女雙交手替這一次的美網增加話題 盧彥勳第二輪將會碰上世界排名108的馬東馬的選手 如果表現正常應該可以過關斬將 因此非常有可能打破他自己在美網的紀錄 記者龔貓華林思慧紐約的採訪報導 今晚的晚上 我就是這樣 天啊 我真的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